歡迎收看Mr. Chen 英文教學之文法無量 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了Mr. Chen教英文的時間了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有關於 So or such... Lad這個劇情 這個劇情其實我們在國中也學過一個叫SoLad的劇情 大概是在國三下學期或上學期左右 有些版本不一樣所以排在上學期或下學期 在國中教到一個非常簡單的SoLad劇情的運用 它也可以用Enough To 或者是跟ToTo來做整個三個之間的代換 當時在國中很少提到有關於Such的用法 但是到高中的英文劇情 SoLad跟SuchLad之間的轉換非常重要 那麼之間是如何轉換 以及他們之間要如何使用 整個完整的劇情的公式是如何使用 也是就是我們今天要教學重點 那麼當然這個SoLad劇情的複雜度也非常多 所以我們要分成第一集跟第二集來講解 那麼在第二集裡面也提到有關於SuchLad跟SuchLad的一個 所謂的導裝劇情 如果能夠把這個SuchLad跟SuchLad靈活運用的話 相信在這個大考的這個作文分數 或者是這個未來的寫作或音檢等等之類的 那麼這個寫作或者是閱讀文章 我相信都有非常大的幫助 好的 現在我們就來講解一下有關於SuchLad跟SuchLad的這個劇情的用法 好 我們看一下看 第一個說明 本劇情解釋為某人或某事是如何如何以至於 某個人如此的聰明以至於他什麼都知道 或者如此的高以至於他可以打籃球打得非常好 如此怎麼怎麼樣以至於 剛剛我們有一個劇情很容易搞混就是SuchLad 這個未來我們也講到叫做 這個是表目的 以便於如何如何 那個叫以能夠如何如何 這個SuchLad或者SuchLad分開的話就變成 如此以至於 好未來我們再講 SuchLad會再提到這個劇情 來做一個 Compare這個比較非常重要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麼解釋為某人或某事是如何如何以至於 那麼它的劇情怎麼使用呢 用so加形容詞加er and 加上名詞加let 也就是呢 它是先加形容詞加冠詞 很多同學不小心用錯了 先把這個冠詞先寫 so那就完蛋了 所以特別注意它的順序排列是 so加形容詞加er加n加名詞加let 後面當然用let所引導出來一個直句出來 直句 好 那麼或者用我們用這個 如果你改成such的話 剛好跟so 這個地方要呈現 這個 位置上呢 要交換 就是說 它是先加冠詞 再加行動詞 行動詞 跑到後面來 再加上一個名詞 再加let 再加一個直句 這樣的一個兩個句型 那麼讓我們想起了 在這個感嘆句裡面有一個how跟what 也很像這個 像我們如果這個地方的話就相當於how how small a world 世界多麼小 好巧 在什麼地方看到你了 又遇到你了 所以我們說how small a world 但是我們用what的話用what a small world 那麼what就變成先加冠詞再加行動詞 所以這個是不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們在這個學習過程裡面 經常會找一些類似的 或者怎麼樣來加強我們的這個印象 好的 那麼接下來我們把這個句型呢 帶入這個兩個例句來加一個practice 來做一個好充分的練習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以第一題來講 她是如此漂亮的女孩 以至於人人愛她 she is 如此 so beautiful beautiful 如此漂亮的一個什麼 女孩 so beautiful a girl 如此美麗的一個女孩 以至於呢怎麼樣呢 everybody loves her 都喜歡她 那everybody當然是單數 所以這個地方要加s 那麼三單 she is so beautiful a girl that everybody loves her 好我們現在代換成such 剛剛說過such 先加冠詞 變成she is such 美麗的一個美麗的女孩 beautiful beautiful girl 她是如此一個美麗的女孩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先說 用so的話 so beautiful 變such也說 such a beautiful 兩邊顛倒 形成這個兩個句型 非常重要 好 第二個 她是如此誠實 以至於每個人都 非常的信任她 她是 如此的 so honest honest 如此誠實的一個人 a man 以至於呢 每個人都喜歡 trust him trust就是信任的意思 好 現在我們可以來這個 所謂的 左右邊的這個順序來排一下 要用such的話 叫such 先加冠詞 那麼 但是你先加冠詞 這個變成了一個honest 就變成母音了 所以這個變成such and honest 就變成了要用母音的an了 因為她這個地方就 這個 後面接的是honest 是母音 那麼是如此一個誠實的man 就變成先加冠詞再加行動詞 那麼so的話 先加行動詞再加冠詞 順序顛倒 非常重要的第一個 好 那麼 但是這個地方我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在後面我們就提到 像這種的話 他是如此甚至 我們可以把這個amance省略掉 因為就so來講 他後面最重要的是這個 形容詞跟副詞 當然如果前面是一半動詞 後面就是修飾副詞 那 這個 所以說他這個so的這個劇情 可以不用名詞 可以不需要名詞 但是such就他來講的話 最重要是一定要有名詞 沒有名詞就 沒搞頭了 這個劇情 所以這兩個重點不一樣 so強調的是行動詞跟副詞 而such強調的是名詞 這兩個劇情的分別 最主要的重點在這裡 好 現在我們看一下注意 注意就是我們考試經常 要非常重要的這個考點 不管是文法或者是closed text 或者是一個閱讀證等等 我們都必須把它釐清 好 注意第一個 有幾個注意點 第一個 so... 的劇情中 so為副詞非常重要 這個我們要了解 這個so到底 不小心還會搞成 它是介系詞 那就麻煩 so它是一個副詞 所以它後面呢 除了可以接名詞之外呢 也可以接副詞 那麼也可以接副詞 當然它是 這個不是直接加上名詞 它後面是透過形容詞 在冠詞 在名詞 不是so後面直接就接名詞 so後面一定要接這個 形容詞或副詞 這一點特別強調一下 那麼 所以呢 也可以接副詞跟行動詞 這兩個對它來講是最重要 so 因為呢 為什麼呢 但不可以接 那麼就是說 因為對它來講 so是副詞 副詞修是副詞 副詞修是行動詞 是最自然不過的 因為副詞呢 所以這兩個還可以修是動詞 但是不可以接 不可署名詞 非常重要 也是我們剛剛用的 你看這 這個劇情裡面都有冠詞 那為什麼兩個可以代換 因為so的話一定要用 可署名詞 單數 可署名詞單數 非常重要 所以說它不可以接 不可署名詞 這非常重要 重點第一個文法 以及呢 複數的可署名詞 如果是加了s 就不可以用so 我們這時候只能用such 因為such 通通都可以 非常重要 剛剛說到such 是一定要有名詞 所以 那名詞的話 它什麼名詞都可以接 所以我們看一下 such可以接 任何的名詞 這一個重點 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劇情裡面 劇情裡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第一個 我們這個劇情 就是so 剛剛說過 它最主要就是 複詞跟形容詞 剛剛我們也在這邊提到 它可以把這個amance 省略掉 它是如此誠實 以至於怎麼樣 就可以 用so的話是這樣 所以說 so加形容詞 或複詞 就是that加值句 我們說 比如說 來看這一題 它說話太快 以至於我無法完全的聽 完全聽懂 的講一大堆 這個機關槍 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好 這時候我們說 它說話說得太快 就是so rapidly 這個是在國中比較少出現 我們國中出現的比較 quickly 或 fast 那高中經常出現這個 rapidly 這個速度成長 或怎麼樣 這個動作很快 rapidly 那麼 這個地方 我們說 這個 因為你這個地方是一般動詞 所以我們這邊 是複詞 剛好就是 so是複詞 複詞 是複詞 它是如此的 rapidly 快速以至於 I couldn't clearly 非常清楚的 understanding 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理解 他講什麼 完全沒有 這個 停頓 他講過去 疲勞轟炸 聽不懂 好 這是非常重要的這個 好 那麼第二個我們再來講一下 第二題 沒有人會忙的一星期當中 連看報的時間都沒有 沒有人會忙的 這當然是大部分 真的是有人真的忙的 真的 不敢開交 真的也有這樣的 沒有人是怎麼樣 如此的忙 so busy that he couldn't read the newspaper for a week 這個地方你放的是B動詞 那B動詞 我們這個就 是行動詞 那麼複詞就是行動詞 B動詞後面擺行動詞 非常重要 所以no one is so busy that he can't read the newspaper for a week 好這個 很明顯就是公式修飾 這個複詞跟修飾這個行動詞 當然行動詞前面是B動詞 而複詞前面是一般動詞 非常重要這個觀點 好再來我們單獨拆開來 such 單獨的用法就是說 他可以接 不可數名詞跟可數名詞加that 也是我們剛剛說過 so的話 不可以用 不可數跟 這個複數可數名詞 而剛好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such來做一個 這個用法 這個在國中是沒有提到這種 在高中的時候全盤脫出 全盤脫出 所以我們such加行動詞不可數名詞 或者可數名詞加that 好我們看第一題 天氣那麼好 我不想待在家裡 It is such a nice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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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以至於呢 I don't like to stay at home 我不想待在家 因為天氣好就想出去 當然好雨 像前幾天 這個幾天前這個好雨 這個好 水患的時候 水非常多的時候 他都待在家裡 現在這幾天還好 天氣變好全部跑出去 只是因為要上學的關係 但是我相信這個週末 如果天氣很好 應該很多人就要出去走走 好 whether let I don't like to stay at home 好 那麼第二個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 這個不可數名詞 所以我們只能說such such 不可數名詞 第二個 他們是那麼好的學生 以至於每個老師都喜歡他們 他們是 they are such good students 注意喔 他們所以student要加什麼 加s let every teacher likes him likes them 所以既然他是複數的話 那就只能用such 不可以用such 非常重要這一點 那麼such 只能接單數可數名詞 而such 是通殺 不管單數 複數 不管是不可數全殺 好 但是他是 這個 不可以沒有名詞 這個特別注意 所以這兩點 好 這第一個分析的 第二個我們看一下 so let 或such …let 具構中 re let 指句中 注意 條件在這裡 條件在這裡 這個有一個前提要件 指句中的主詞 與主要指句的主詞 相同時 let的指句可以化解為such 就是用不定詞的方式來呈現 不定詞的方式 to to也有這種情況 好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看一下 這個加上圓形 就是用另外一種so let 的那種 或者是so let 那個也是 就是標目的已變於如何 都有這種情況 就是兩主詞一樣 他們會做一個化解的動作 好 那麼 那他是說 這個如果 let指句中的主詞 與主要指句 let指句中的 這個let 後面就是指句 他的主詞 我們看比如說以這一題來講 第一題 他是這麼英勇 以至贏得我的尊敬 he is so glad that he wins my respect 好 這個我們是用到 我們剛剛講的so let的句型 如此 brave 勇敢 以至於呢 他贏得我的尊敬 非常英勇 好 那這個地方呢 這個是let 我們說連接詞 後面就是指句 這個指句 指句主詞是he 而主句的部分 也是he 所以he 這個時候我們就有一個 這個空間可以再來做一個化解 怎麼化解呢 我們就把這個 let去掉 當然這個let要去掉就 這個就是說 as to 然後再加上 圓形動詞 圓形動詞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就直接拿掉 win 他就可以變成 he is so glad as to win 這個win已經有寫出來 所以這個win就不用寫 好 已經到這個地方 is to win my respect 好 那麼以至於能夠贏得我的尊敬 好 第二題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的這個 我們也是來看一下 好 他是這麼好的學生 因此被選派為班長 he is such a good student that he is that he is aside class leader class leader 班長 好 這個地方我們看一下 子句部分的主詞是he 而主句部分的主詞是he he he he的話我們就可以把這個let 子句消掉了 把主詞也消掉 叫做 as to 加上原型 不要忘了這邊的原型是必動詞 必動詞 一下子叫做 as to be as to be 就整個變成 he is such a good student as to be aside class leader 被推派為班長 所以這整個句型就是說 我們從soul跟such的一個比較 那麼這個單數的部分 我們要soul的話 先加冠詞再加形容詞 再加名詞 而such先加形容詞再加冠詞 再加名詞 這一個代換 但是呢他們各有 這是他們的相同點 他們的相異處呢 就是說 soul呢 可以不用名詞 但是他必須加上形容詞或副詞 而such的話 可以不用這個行動詞 但是他最主要一定要有一個名詞 沒有名詞他不行 他一定要有名詞 那麼這個名詞的話 他也可以包含這個 可數不可數 可數不可數 那麼可數裡面 可以包含單負數 他都可以使用 那麼再來就是說 在注意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第二點裡面 注意第二點裡面 也就是說如果 主句的主詞跟子句的主詞 是一樣 這樣我們可以化解為 不定詞去 而such 加上圓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講到的 soul跟such 代換的一個很重要的 相同點跟相異點 那麼接下來還有我們會講到 這個第三點跟第四點的一個重點 那到底是什麼重點 那當然我們下次會來提 特別是還要講到有關於 soul跟such 可以做一個所謂的 導裝巨型 這導裝巨型 用得好的話 在座裡面呢 是可以讓我們的這個 這個巨型可以說是千變萬化 千變萬化 就是這個這個 有關於這個導裝巨 導裝很多啦 之前我們也提到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 否定詞的一個導裝 否定詞的一個 或者 或者 複齒直劇的導裝 Not until 等等 Not only but also 這種很多很多的導裝 這個也可以來做一個 導裝巨的用法 到底怎麼使用呢 當然 也就是我們下次 會在這個節目當中 來做一個全盤的BOSHI 把整個soul LED跟such 完全解析清楚 當然也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對大家覺得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接收到我們最新最新最新的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文法課程見面 謝謝